字幕提供 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Java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架構 那等一下要講的這個內容包含介紹Java的特點 Java的這個JDK版本 以及Java程式執行的流程 包含程式的撰寫 編輯 編譯 還有執行 那Java的特點是為什麼要學Java 因為Java程式呢它是可以跨平台的 那所謂跨平台就是 當你程式寫好的時候它可以在 Mac的電腦 Linux的電腦以及微軟的作業系統上面執行 就不用同樣的功能 按照不同的作業平台 要寫好幾份 再來Java的寫法呢 比C++要簡單一點 因為Java它沒有指標 也不用管記憶體的釋放問題 因為它有一個統一管理的機制 所以它是比較簡單的 再來它是一種物件導向的程式撰寫方式 就以這個我們現實生活上的這種物件的概念來設計 所以我比較直覺 那Java裡面它有一個虛擬其一的管理機制 所以它可以達到安全的要求 再來Java是很穩定的 因為它有Tricatch等管理機制 可以讓這個程式呢 如果發生錯誤的時候 可以有這個Tricatch的機制去防護 避免這個程式呢 直接當掉 那加上呢 這個Java它有多執行序 可以同時在這個電腦裡面 用這個輕量化的行程來執行 讓程式的執行更有效率 那這邊呢 這個是Java的JDK版本的架構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出來 JDK從以前的7到現在已經 目前是JDK11跟12 那目前我們在本課程的介紹裡面 我們會用OpenJDK12 當作一個介紹的這個範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右手邊這個JDK 它的一個組成架構 那最裡面這一層是Java的虛擬機器 再來是外面這一層呢 是它的韓式庫以及類別 那在外面這一層呢 就是它的開發工具以及執行的環境 所以當我們安裝JDK呢 就包含這幾個主要的項目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出來 JDK也分非常多種版本 其中一個是 JavaEE企業版Enterprise 給Server用的 那另外一種是桌上桌面 程式的這個使用 所以它有JavaFX 那在行動裝置以及移動裝置 就是上的使用Java ME Mobile Edition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Java Card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出來 Java的應用範圍 它可以使用到的層面呢 是非常廣的 所以學習Java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Java裡面 它的這個程式的撰寫跟執行 當你寫了一個example.java 儲存之後 經過編譯 編譯完呢 它是一個class檔 然後產生class檔之後 當你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會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類別載入 然後呢 變成是個 經過轉譯變成 這個 這個BiCode的執行 那BiCode的執行之後呢 再交給硬體去執行它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有一個中介軟體 就是我們Java的這個 Round-time environment 就是虛擬機管理 那透過這樣子 它可以去跟硬體溝通 也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Java程式來執行 可以很順利 不用去管硬體 也不用管作業系統 照樣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執行 這個就是跨平台的一個好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 你 撰寫Java程式 它可以應用的領域 那我們知道 Android系統呢 它是這個 用Java寫成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程式語言 那Java 除了寫Android之外 它也在很多 金融行業裡面有被應用到 那就我們所知 目前有高盛投資公司 以及挖起集團 還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也是使用Java所開發的這種伺服器應用 那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用Java來開發 Web Application 就是網頁應用 再來 很多這個軟體工具呢 也是使用Java開發的 那它的理由不外乎 就是開發一次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執行 所以呢很多軟體呢 也都是透過這個Java所開發的 再來就是一些交易系統 也可以透過Java的方式來開發 那我們知道的這種 嵌入私系統 行動裝置上面的這個 軟體開發以及應用呢 也是可以使用Java來開發 那進一步呢 在科學應用上 一樣的也是可以透過Java語言 來寫相關的應用程式 那進一步呢 可以用JavaFX Java Swim 這些Java的語言呢 來撰寫桌面應用程式 讓使用者應用程式的使用呢 是非常的這個方便順利 好以上簡單介紹 提供給各位參考